甄嬛传中皇帝雍正为何非要杀了香嫔曹秦末 难道说背叛华妃就得死 妖怪就怪他知道的秘密太多 曹秦末属于华妃一党 因华妃利用他女儿瘟疫公主争宠 让其怀恨在心 华妃倒台后 他果断选择了背叛 曹秦末并没有犯下杀头的罪过 为什么得到一个被毒死的下场 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雍正呢 今天母鱼君带大家走进甄嬛传 看看聪明反辈聪明物的曹秦末 曹秦末是先帝赐给雍正的秀女 她的家世并不好 可能和安玲蓉的家世差不多 再加上长相不出众 最进宫后一直不得雍正的喜爱 要不是攀上华妃这棵好成梁的大树 她不可能生下瘟疫公主 曹贵人的位置也是她处不可及的 虽然华妃性子刁蛮 但因有她的庇佑 曹秦末在后宫没遭受过什么暗算 华妃虽然得宠 但进宫多年一直没有子嗣 所以曹秦末生下瘟疫公主后 她就借用瘟疫公主争宠 有时还不惜对小公主下药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身为生母的曹秦末非常的心疼 便对华妃怀恨宰 后来 年庚瑶出世 华妃被人揭露曾经犯下的罪行 被废为了答应 本就对华妃怀恨宰的曹秦末 也是揭露华妃罪行的妃子之一 华妃沦为一个小小的答应 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但曹秦末还不善罢甘休 之后呢 他又在皇帝面前建议 将火烧碎雨轩的年答应赐死 但曹秦末还没来得及 等华妃的死讯 自己先被雍正一杯毒酒赐死了 曹秦末只是揭露了华妃的罪行 谏言处死不知悔改的华妃 并没有犯下死罪 而且曹秦末欲有一女 也是有一定功劳的 到头来 雍正却把她赐死了 这里面的原因让人感到好奇 雍正非要除掉曹秦末的第一个原因 也是最直观的 就是这个女人的心太狠了 要是继续留她在世 对雍正对后宫都没有好处 为什么说她心狠呢 一开始追随华妃的时候 马屁派的巨响 华妃也给了曹秦末很多好处 纵使是华妃有时让她难堪抬不起头 但是没有华妃也就没有曹秦末的出头之日 可就在年假初逝 华妃犯事倒胎后 曹秦末立马就按捺不住了 他一点也不念华妃昔日对她的情分 只记住了华妃刁难她的时候 面对曾经同一阵营的救助 曹秦末却选择背叛 他和安玲蓉一样可恨 而且还想置华妃于死地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让人后怕呢 曹秦末记录华妃罪行的事 太后也是有所耳闻的 太后对曹秦末这样的嫔妃 吃什么态度 她觉得曹秦末这人太过心狠 还专门提醒雍正 给曹秦末位分可以 但宠爱和情感投入尽量少给些 这样的人在枕边 不知道想着什么阴谋 其实雍正倒不是怕他会掀起什么风波 因为曹秦末没有那个能力 他没有强大的家事造不成什么威胁 雍正真正担心的是曹秦末这个人的心思 他平日里将自己掩饰得太好了 在效力华妃的时候从来没有生出过事端 但他的真面目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不主动做恶事 但心里憋涕有多阴险了 面对这样的人是很难猜透心思的 哪天突然咬你一口都不知道 华妃就是很好的例子 雍正面对这样表里不一的人 不忌惮是不可能的 皇上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也怕被表里不一的嫔妃算计 所以在曹秦末说要处死华妃之后 雍正就对他起了杀心 第二个非要除掉曹秦末的原因呢 是出于雍正对温宜公主的保护 怕年幼的公主继续交给他教养 会被交坏了品行 曹秦末是温宜公主的生母 公主出生后就交由他教养 年幼的温宜公主非常可爱 后宫的嫔妃见了她都喜欢的不行 尤其是端妃 但可爱的小公主一直养在曹秦末身边 让她非常担心 以此端妃和甄嬛闲聊 说着说着呢就说到了温宜公主 不光是端妃担心 就连甄嬛也是一样的看法 温宜公主要是一直由曹秦末抚养 将来会不会将她母亲的雕花学了去 见甄嬛这样说端妃更加担心了 她对甄嬛说耳濡目染 长久下去可能真学了去 端妃看得很明白 要是温宜公主由曹秦末抚养长大 被交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连端妃都能想到的事 作为父皇的雍正又怎能想不到 要想公主不为交坏 那就要给她找一位好的抚养人 都说言传深教 有了好的教养人 像白纸一样的公主 受到良好的影响 才能成长得很好 要是像曹秦末那样的母亲 温宜公主长期在她的教导下 不学到七分煎华 五分是能学到的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雍正自然不想让温宜公主 成为像她母亲曹秦末一样 心狠焦华的人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利用华妃仪式 处理了曹秦末 舍弃母亲才能保全孩子 第三个雍正非除曹秦末的原因 是因为华妃 虽然雍正在子嗣上对华妃狠心 但他真心喜欢过他 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这是曹秦末忽略的一点 他当初向雍正提议 要除掉华妃 在这件事上逼迫了雍正 皇上知道华妃的罪行后 仍然没有处死他 而是将他讲为了答应 就是因为他不忍心对华妃出手 曹秦末却不知好歹地跳出来 想让雍正舍弃自己喜欢的妃子 面对一个逼迫自己的人 雍正心中自然就对曹秦末积压了怨气 他当初之所以刺华妃欢迎一乡 是因为他的母家太过强大 华妃的母家年事强大到什么地步呢 已经威胁到雍正的皇权 要是华妃为自己生下子嗣 年庚瑶有了别的依靠和希望 只会对雍正更加不利 所以才会对华妃如此狠心 之后雍正除掉对自己威胁巨大的年庚瑶 虽然华妃已经成为了雍正的妃子 但他毕竟是年家人 按照雍正给年庚瑶定的罪 年妃也应该被处死 但他没有这样做 只是将华妃降为了答应 这里就能看出雍正对华妃是有情的 但是身为皇帝 对妃子可以有感情 但是不能太深 这是一个合格皇帝应该具备的 因为皇帝对后宫嫔妃的宠爱 关乎到前朝局势 如果两者发生冲突 那么皇帝会舍弃自己的感情 去维护更加重要的朝廷局势 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尽管他对华妃是有情的 但在大局面前他会设计华妃 雍正对华妃有情 从他和甄嬛的对话中也能找到答案 雍正就曾对甄嬛说过 如果他不是帝王 只是一个富贵的王爷 有皇后这样的贤妻 还有甄嬛和华妃两个美妾 他的一生也就圆满了 虽然雍正不是只爱华妃一人 但这个女人在他的心中 是有一定地位的 尽管年家功高震主 雍正还是给了华妃足够的宠爱 年家倒台后 他没有处置华妃 因为从一开始 雍正就没有动过处死华妃的心思 到最后也是华妃心死自杀的 可是啊 这些曹琴末没有看明白 就想着怎么弄死 曾经让自己难堪过的华妃 这就撞到了雍正的枪口上 本来曹琴末安分守己 皇帝是不会除掉他的 可是他抓住华妃不放 让雍正心中很是不快 这种心思不纯的女人 非除掉不可 所以雍正将华妃曾经犯下的错 都归咎在曹琴末身上 在雍正的心中 他一直都觉得 华妃的本性不坏 都是姜华的曹琴末 在背后阴谋不断 所以曹琴末的悲惨结局 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谁好谁坏 雍正心里门清 所以啊 他一定要除掉曹琴末 这是第四个 一定要杀他的原因 是怪曹琴末太聪明了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雍正心中一直怀疑 曹琴末知道欢宜香的秘密 因为华妃多年来没有身孕 经常往易坤公跑的曹琴末 却生下了女儿 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曹琴末知道欢宜香的秘密 从他背叛华妃仪式就能看出 曹琴末呢 是个嘴不严实的 要是他日后将这件事抖了出去 会损害欢家颜面 本来雍正对华妃使用欢宜香的手段 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只有让曹琴末永远闭嘴 这个秘密才能尘封 因为这四个原因 雍正不会让曹琴末继续活下去 得到毒死的结局 也是他咎由自取